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整个的时间中 找不到握不住个什么 试问这不是个假的 还有什么话说呢 其实这里所要讲明的 还是我们人的本身 我们一个人由呱呱堕地后 因与时间相续 就那么压压压地 把我们送到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岁上来了 感谢观看 但在这样相续的过程中 我们稍微愚痴一点的人 还不能体会到其中之假 如果一旦一口气不来 纵然是一向不肯承认 我们人生是假的人 到这时也是无法来掩饰了 平日间你一点也动他不得 在这时任你骂任你打 他都能大量地放下了 唉 古人说 举世尽从忙里老 谁人肯向死前修 岂不就是这个意义 这样 酒花残了 污倒了 一直到桑田变沧海 沧海变桑田 哪样不是时间上的相续假 柑田变沧海 沧海变沧海 在我的acle 还可以开放上 下土着 麻烦 又是柜员 设火 生声 主世、出世与旧世的一个世字意义如上 接着说明什么是世间 世间第一点意义是无常 世间第二点意义是空 世间第三点意义是苦 世间第四点意义是不尽 世间第五点意义是无我 凡是假的东西岂有能常在之理 凡是无常的东西岂有能不空 凡是空的靠不住的东西岂有能不苦 又在这靠不住的东西 如牛马等的死了时 又怎能得清净 在这许多条件支配下的人生 试问又哪里会有一个主宰的我呢 好了 世间法是可以坏的 无常的 苦的 空的 不敬的 无我的 那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世间 是不是能甘心而满意呢 要不然 我们更得要求或改造一个 来与这世间完全相反的 出世间的意义了 我们也只要坏的 他们了解佛教是要求或改造一个不甘心而不满意的时间 能达成一个既甘心而又满意的时间的 虽万为佛教为民信 世界的意义是明白了 现在要讲到入字、出字与旧字 平时讲佛教 佛教 佛教乃是一个总名称 其内容分起来大体有 人称佛教、天称佛教、阿罗汉称佛教、辟知佛称佛教 与大称菩萨佛教的五种 读一个学校里有五个学籍的一样 一般人因为不知道佛教里有这五称的关系 便误会佛教是民信消极或腐化 俗说不知不罪 这也很难怪 这五称中的人称佛教 就有着入室的精神 天称佛教、阿罗汉称佛教 与辟知佛称佛教 就有出世的精神 最后 菩萨称的佛教 便是旧时的精神 站在人称佛教的立场 因为我们是人 就都要来讲人 比如现在有老虎了 毒蛇来了 那我们是等它来咬呢 还是我们将它打死呢 当然 我们不是赶快来避开 就要想法子把它来打死了 这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站在人的立场上 来讲人话 以人为要紧 否则今天你被蛇咬了 明天它被虎吃了 这样还成一个什么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家人的学佛 只要以人间的佛教为基础就好了 以人间的佛教为基础 只要看谁来侵犯我们 我们便得与谁去反抗 根据这样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道理为基础 则全世界的人通通可以学佛的 而佛教又何尝是迷信 消极或腐化的呢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通人是这样 假使现在有人来问我 慈航法师 那么你是怎样呢? 那我的回答是要出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是太苦太不尽了 无论如何,这是极少数的 而同时,你既挂上了一块出事的招牌 你便要货真价实 老老实实地去出事 如果你要去挂羊头 卖狗肉 那根本就已脱离了出事佛教的范围 所以一个人必须重真实 尤其是学佛 若是我们喜欢入事的就入事 喜欢出事的就出事 没有人强迫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虚伪 一个人要出事 似乎是容易 但请你还得慢一点 要先请你做到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这是因为你去杀了生 偷盗了财宝 展悟了男女色相 那你便是欠下了命在 钱在与勤在 一个欠了债的人 想要走就走 世间哪有这样的便宜是 有些人说 世间的猪 世间的猪 羊 鸡 家等物 是上帝赐给我们吃的 是的 虎狼等爱吃人 我们人类也是由上帝 造出来赐给他们去吃的 请问对吗 这虎狼等不应来吃人 那我们便应当去吃虎狼了 我们不敢去吃 由此吃猪吃鸡 乃是我们 视强欺弱 欺善怕恶 一种残暴的不治的行为 所以 能言经上说 人死为羊 养死为人 今生你吃他 来生他吃你 种种欠债还债 如何谈得上去出事呢 接着 谈到旧事了 这在以前 有一个孙叔熬杀蛇的故事 就是有一天 孙叔熬在路上 看见了一条两头蛇 当下便把他打死 回家后 告诉他的母亲说 蛇是快要死了 因为在路上 曾看见了一条两头蛇 据一般人的传说 凡是看见了两头蛇的人 是不能再有多日 住在世上的 不过 蛇为了这样的 不想的东西 不愿意让他人 再去碰见 于是便把他杀死 埋到土里去了 他母亲听了说 他母亲听了说 蛇已不死了 因为你已存心 救托了不少的人 就托了不少的人 是便把他杀死了 我认为了 一条两头蛇是很漂亮的 那两头蛇是很漂亮的 所以他在山上 所以菩萨救世的精神 就是这样的 不再谈我人行为的杀不杀 只在论我人动机的人不人 动机人 如从前的战乱时代 外敌入侵 我们并得群起抵抗 我们奔着菩萨立场的佛教 只问是不是为了救世与救人 僧众 我以为是适合于出世的 再加众 我以为是要入世与救世 所以 人起表而菩萨其心 这便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精神所在 我以为是否不必要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要弘法立身 弘扬正法 立遇众生 神明电视台 秉持佛陀弘法立身的原则 而不断地在运转 透过各种的管道 包括卫星 电脑 不断地在推动 保护生命弘扬佛法的工作 所以希望各位 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 加入生命电视台的 护台功德组 每年一万元台币 或每个月一千块 不断地来护持 不断地来推动佛法 感恩各位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成就一切诸善法 弘扬佛陀般若志 跨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为全球武汉疫情祈愿 生命电视南投地区 举办超心经 独心经 供祈福 点灯 购水 药供 祭慈悲诗实 恭请常驻法师领咒 自2月17日起 每周一上午10点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镇兴街70号 联络电话 南投草屯中心 049-231-5999 南投慈悲道场 049-239-2933 南投普里中心 049-2900-0826 南投竹山中心 049-265-7386 南投波罗密书方 049-225-8910 敬邀十方大德 发心共同参与 祈愿佛力加倍 疫情早日捐除 敬道 佛教界一代宗师 光德寺住持 世界佛教华僧会会长 上进下心长老 元吉 邀大众称念 南摩观世音菩萨圣号 结元吉法源 日期109年2月17日 星期一到3月15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8点至晚上8点 联络电话 07-631-2069 07-631-2069 世会观法师 生命电视台所有僧性 以称念南摩观世音菩萨圣号 共同表达哀悼 祈愿长老 趁愿再来 高显法床 阿弥陀佛 虚菩提尊者 无证无别 切空第一 虚菩提尊者 破除我法二职 离一切明相 在行住坐卧中 心境甜淡自在 时时安住在空性中 尊者对诸法诸相 都不起分别之心 进而体任实相 并知菩萨于修习 般若波罗密多时 诸法皆不可得 正是无相不师 无我度身 最佳代表 一心鼎礼 尊者须菩提 祈愿大众见舍利 生欢喜心 并学习尊者 无所证 无分别的自在空性 以空性为心 悲怨为体 二者合一 广度众生 神变月的书身功德 神变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降服外道有师 显扬佛法圣巧的 书庙吉祥佳日 据佛经记载 神变月时 无论是造作善业或恶业 其功德过失 都会增为十万倍 若在神变月期间 尽请行善 如塞界 礼佛 红灯 故身无师 诵经等 尽进修行 可借此机会 迅猛地 消除素也 配置福报资粮 西藏佛教无分派别 均特别重视 在神变月期间 奉善止恶 遂离一圣与一三门 而广心善也 若能共同修持各种善业 其功德不报更加不可思议 因为所有参与共修者 均可同时获得共修的全目利益 因此很多寺院都会特别于神变月 举办盛大的法会 修行人不能错过的神变月 在金刚称佛教中 有四大苏生日 在这些苏生日发心 行善 则功德可赞掌到万倍 甚至到亿倍 从葬礼元月一日 开始算齐的一个月 即为神变月 请吃素 鼓声 诗咒 念佛 点灯 诗诗诗要 进掌极资 恒诗吉祥 回向世界 风雨顺时 无有灾难 众生无病无苦 孝宰赠赋福 发菩提心 赋会圆满 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